我就吓一跳 为什么 为什么不见了 它跳出什么 V2 然后呢 接下来我就头大了 因为我本来是直接在这边 可以做MD5 贴上去 它会产生API Key 结果呢 它突然就告诉我 你现在已经升级成V2了 然后我就开始看 要做怎么变V2 Install什么API Key 然后MapFragment 然后等等等等 结果我就开始要看 get start 结果就开始看 要怎么get start V2的话要怎么做 后来看完看半天 然后网络也找半天 越来越感觉很悲剧 所以这个先站着跳过 我发现真的Google会搞死人 不过没有关系 所以后来这些你们站着可以跳过 因为我终于找到 原来它是把API Key的V1 放在另外一个地方 它也不告诉你在哪里 后来我也不知道怎么找到了 我就终于找到了 觉得感觉 哇 如是重负 因为V2它功能很强 做到3D的 而且可以在上面 很流畅的执行 甚至在上面 Map上面可以做游戏都没问题 可是呢 里面要做太多事情 那没有关系 这个题外的话 就是我另外 如果你MD5做完之后 请你找到这边有个连结 这个V1 不是旧的这一个 你就把它打开之后 然后呢 往下找 往下往下 会看到有个什么呢 I have什么 read agree 有没有这些 你读完之后打勾对不对 然后呢 你就把刚刚的MD5的 这个码有没有 你把它贴上去 贴上去之后呢 按下这一个 它会产生一个什么呢 一个API key 就是在这里 点下去之后的话呢 就会产生一个API key 不过呢 你必须要有个 这个账号 一定要是 这个Google的账号 我先随便用一个好了 OK 好 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它就产生一个 所谓的那个API key 那你的API key 就是这一串 那你就把这一串 复制起来 再贴到你的Google map 就可以看到地图了 但是还没开始 我们现在只是在 申请API key 阶段而已 好 我把刚刚的重点 再提示一次给各位 第一个懒人包 放在哪里呢 放在key tool路径里面 执行这个key tool的 这个P字档 产生这个 产生之后的话呢 你就看到里面呢 自动换行里面 会有个MD file 这边把它复制起来 然后再到这里 接下来的话呢 再去里面 找到这个G1的网站 把它产生一个新的 这个API key 就完成注册动作 我可以把画面 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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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